柯文哲 柯文哲市長賀選人 選戰倒數計時 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太太陳佩琪 兵分兩路 分頭掃街敗票 花瓣貼心送花 甚至還有粉絲現問 陳佩琪來者不拒 至於臉書柯文婕宇提到 沒有人需要為一次選舉失敗 永遠退出政壇 是否暗喻對手 也照顧潛力回歸 氣咬寶科 他這麼回應 其實根本也沒有注意到 更沒有辦法評論 我想就是選舉到最後 大家候選人各自努力 這樣就夠了 柯振英不再與民進黨正面對抗 但丁手中卻是緊咬綠拔隔流 尤其姚文哲操盤手 姚仁多這一段 出了台北市 還是可以跟柯文哲當朋友 更不是為陳唐正貢 直言姚仁多的邏輯 就是小野的邏輯 這種政治錯亂的邏輯 都只是政治上的狡猾 出了台北市 因為並不是在生活當中 所以有的人還是會被網紅 會被很多的媒體 或各種虛幻的形象 所混淆 所以我想 姚仁多應該是點出這樣的現象 一顆寶瑤的方向去走 讓對手就是丁手中先生 反而就是占到便宜 丁手中 恭喜他 他會是第二名 所以他根本無關戰局 大家連氣他都懶得氣 首都之戰 三足鼎立 氣爆是否發酵 左右戰局 記得綜合報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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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